頭場賽是一班1650米來地賽,只有六隻馬跑 捕捉方面肯定快,有加州德訊,黃金甲,超霸神區 三隻馬都快,逐隻逐隻去講吧 因為馬超能力,你只能夠講一件事,他很健康 就是這麼簡單,但1650米真的稍稍嚴長 他贏了一場,挺神奇的,你看看他 最後的段速24秒22是爬回來的 當然頭三比較快,但最後24秒22是很恐怖的 我就覺得他是重磅,難跑的 但你不可以畫死他,因為有幾隻馬是一點都不可靠的 2號馬加州德訊,又是1400米都僅僅到 1650米不到,你看看他的大前仗 雖然這個路程入位,他是跑掉的 其他馬停的,他捱回來的 這隻馬不懂得說 我就覺得他來得很好,但這個路程真的嚴長 這兩隻馬都是嚴長,而如果黃金甲和超霸神區跑得出水準 是贏他的 好了,全香港這個路程最好的兩隻 黃金甲和超霸神區一起說 因為最近看到他們的市集肯走回來 但最麻煩的是,如果他們兩隻馬一起下場的時候 會不會互燒呢?如果不互燒的時候 買得到回來呢?兩隻馬肯定是全香港 是飄忽得很厲害的 只是能夠拖 但是超霸神區近期好像好一點 4千元尾閘 在前面頂到尾 如是也很好,所以 沒有辦法不選他行頭的 但黃金甲太飄忽了,隨時又走樣 我敢玩馬回第四選 5號馬電信巴打 這隻馬完全沒有評分優勢 跑個Fidget 跑1650位 在前面走回來 這場馬應該會守住第三位 不夠那麼快 但怎樣計算也好 這隻電信巴打 最多只會拖回四重彩 算死數吧,是位置馬 紅運大師 我想想想,很輕磅 1650位雖然不到 但狀態已經跑起來了 看見近幾場 開始有走勢 就要開始選他 也是拖一句 頭兩場都是沒有什麼馬的場合 一班1650位只有六隻馬跑 我想頭場賽事都是 只看偏差 不過也很難看到 因為黃金甲和超霸神區 兩隻馬在前面放 會不會放得快呢 就是益出後上馬呢 六隻馬 我比較低一點 是加州德順的 但是 近方來說 近方 最靠得住 就是他跟電信巴打我 偏偏 我建議不要浪費時間 投場不是重心投注場合 第二場賽事 二班千百米 又是只有六隻馬 又是不會建議大家投注的 步足方面 我想會 慢 按到慢 看看鬥爆一段 一號馬這隻是用猛神 他還沒交代 這隻馬 貴內還沒交代 始終跑了一級賽 都不是輸太遠 跑千百米 其實都可以的 上季也會贏 三月又是這個 又是這個時期跑的 上季呢 又是輸完 做完二千米之後 就過來跑 這場的二班千百米 一模一樣的部署 我覺得狀態OK 但只能說OK 讓人磅 未必讓得起這麼多磅 而且周俊諾 他的部速智慧是沒什麼的 四龍彩 如果有得到的話 二號馬 加州十大 上次都正選選他 明知有快部速 正適合他 賭單Q 六十多倍單Q 拖一隻電腦3號 誰知被一隻沙皇者殺了 但是他千百米更加適合 就算沒有捕捉也好 但是馬狀態來了 他應該是穩妥的 應該可以拿來做膽的 遇到QT 三號馬快益善 他評分上 我覺得仍然是有空間的 但是非常難贏 每次贏都是純純鬥贏 經常是鎮耳 不是說贏得很有說服力的 他是很鬥心的馬 只是限於拖腳 但是 我在沈澤成馬房兩隻馬去選 我選了馬房首選 第一 以及那隻未交代的馬 我算下去好像勇猛城區 比快益善少少 四龍馬安彩 用到莫雷拉 沒有把刀 用莫雷拉 在前面走 按慢 如果要倒QT 一定要拖 不要做膽 我經常覺得他這匹馬是過百分馬 但是 之前健康有個問題之後 就好像 這些評分都是拖腳 路路省 跑千八 上次二千米 我覺得他有點賺賺 前一場輸 跑千百米 但那場馬其實是鬥下去鬥輸 河澤宜鬥輸給快益善 他又跑人安彩 這三隻馬 其實差不多 那場馬 路路省和安彩 是賺了的 反而快益善是虧了的 但是快益善贏了馬之後 就沒那麼好處 所以這三隻馬 都是邊線 我算低一點的快益善 但我經常都說 快益善是一隻隨時入位的馬 六號馬 柏林探哥 常常被他殺我 但上次超慢步速 被他追上去 都很近 和路路省和安彩快益善 回到來 不差 他回到來 不是說很多 明顯快益善好過他很多 但是 你當是沒有跑過 但他沒有可能失地不行 評分上未必很有好處 所以這次是很好的馬 好了 又只有六隻馬 跑的 我先選馬房第一選 勇猛城區 街頭十大線 很明顯的 然後再選安彩 路路省 柏林探哥 放下去 沒什麼分的 但是用波見士 他是不是跟你組的 應該 所以 他是虧一磅都跟你跑的 所以 輕磅 希望他這次跟街頭十大黑後面爆 馬房Q 好像直撥一點 但是 我再說一次 我分析只要分析 但是頭兩場都不是頭柱的場合 我就認為 這場馬 暗勇可能按得很慢很慢 又不會塞馬一塊 只有六隻馬 但是如果鬥爆了一段的話 我覺得他好像加了十大好處一點 第三場 四班1650米 這場馬 非常亂 十三隻正選馬 只有十三隻正選馬 有九隻 都是減分的 上場之後減分的 有三隻馬 沒有加減分 一隻馬加分 就是印水紙 非常非常亂 步速方面 好像印水紙最快 所以我選了這場馬去寫 因為覺得應該會 爆得下 這個馬華卓晴 這隻Darcy Brahma 很明顯是泥地非常厲害 上場跑了二千米 就抹了他 但始終他跑了一千八米 都在前面捱回來的 坦白說 你看到他的加速力 不是很強 泥地很厲害 但是一千八米可以 這六五零米 可能跑了十檔 就不行 但是那場馬 他回來輸三個馬位 給那些很好的心得 日就月章 勝利多多 偏軍速 但他輸給亞洲力量 鋼鐵福星 我覺得差一點 我建議這隻馬 可以拖腳算數 二號馬金樽1號 如果跑得回 在轉馬房之前的水準 當然是勁勁 但是轉馬房之後 在三班 近都不近 馬完全不肯走 10月5日之後 他試回貨閘 他肯走 騎下去肯走 我覺得這隻馬好像生了一點 我沒有放到貼士上 我覺得這隻馬是生了一點 我寧願不貼這隻馬 當然 算死數 他應該是贏得的馬 但我以為這場馬 爆冷 應該亂到暈 但我沒有放到貼士上 但我認為你怎樣也要拖一票 三號馬 預金步 Cool Zero 這隻馬應該沒問題 但不是那麼長的馬 看他外地的形狀 也只是1千千二馬 再減一下分 四號馬 團結一字飽 來地 一定沒問題 轉馬房第一次出 上年也是這樣贏 但我以為這場馬 舍欣和他贏的 贏場 四班賽 四班他 惡的 好 狀態 起了 但 金樽一號也是 肯定是頂馬 但近方不是很好 我只是建議拖腳 兩隻馬都是有權串Q的馬 但我只能放到第五選 跟金樽一號差不多 五號馬 鋼鐵複星 一定很好 但1650米 你見到他回來是捱的 12米嚴短 1650米嚴長 那種黑人憎恨的 就是1千四馬 很慘 1千四馬 草地不夠跑 泥地也沒有1千四米 所以 還在減分 2月12日跑完這路程 減了兩分 我想暫時還未得住 妙算歡騰把十二檔 丁冠豪馬房 第二選擇 這隻馬已經減四分 看不到任何戰鬥 有能力 在外地的形狀 也不太好 Hawksbury 儲略馬賽 1600米 路程應該沒問題 但能力上要再證明一點 七度馬 進龍飛騰 我選了這隻做膽 還寫完 這隻馬應該有五六十倍 來香港跑了十三次 沒厲害過 但看到他陣上開始越來越近 之前我也說了很多次 跑泥地一定比跑草地好 斯麗雜 經常看見他捉得緊緊緊緊緊 很肯走 當然 這次就是配馬雅 我沒想過配馬雅 我以為會配蝕恩 但蝕恩也不騎 蝕恩選擇了一隻 沒有選擇這隻 但是 你看回他 他在外地 來香港之前 在Newcastle 1400米的 交沙地 跑第二 是挺出色的 他能力上 當然未必是很高的馬 第二 評分上 48分 現在應該可以反彈 雖然減3分 但肯定是大難門 我就報了他很久了 有少少像那種很好心得 希望就是這次 巴浩瑪印水紙 排了一個四檔 裡面的馬不夠他快 夠他快也好 他都可以守住2-3位跑 是1200馬來的 1650米在前面走 純粹跑過場地性能 然後捱回來 感覺上好像是穩膽 九個馬 瑞南 Cable Bay的兒子 下線是Giant Cosplay 跑泥地一定沒問題 因為在外地 跑三次泥地 會贏兩場 當然 外地的形態也不厲害 所以來到香港 跑了八場 全部都輸了 2月6號 還在輸很遠 泥地會厲害 但最近看到他 在大陸 市貨集 在大陸 可以重化 好了些 但我覺得還未夠 巨冷的就是這些腳 你馬梯或拖一票 不排除 這場馬會爆到瘋狂的 在大陸 這場馬的兒子 就是迪順巴打的 副系 跑泥地一定沒問題 但我之前說過 他4班不夠跑 所以下5班才行 所以先減掉這4分 我認為他下1班會比較好 首號馬 浴城精彩 麥肥仔 下次賣Tesda Rosa 泥地一定沒問題 一定好 上季初出那場 第三名 我覺得他不錯 所以我長期有拖反 四龍彩腳 這次增程 也對 麥肥仔 轉了馬房之後 就跑了這麼多次 最差的那次 就是初出那場 和那場2200米 跑泥地1650米 最近跑了4次 1win3匹 上來4班上場 都可以跑到位置 輸給雙天至尊 引水智 走掉了 但他追下去的勢頭很厲害 只有他追 所以評分不是很有優勢 但他一定追了一段 位置馬 13號馬奇妙年華 他本身的馬不厲害 但我仔細看他的血統 L3 夏戰白 Ellusive Quality 沒理由不行 第一 第二 他的狀態其實很一般 但這些馬隨時突然來 減了2分 上場不是減3分 減2分 因為上場有少少追勢 因為是長途馬 41分 減2分 落斑會更好用 排過一檔 應該不會輕舉妄動吧 好了 我沒有放到金樽1號貼士 但投注上一定要兼顧 因為這隻馬 他是有能力的 一定要選擇 華卓程我會攻擊他的 因為他軍速 1650未必合得 最正常的應該是引水智 因為只有他一隻馬 他會選擇 團結一致 事從採腳 其他馬都一般 我只是搏一隻盡龍飛騰 大冷本 因為我等了這隻馬 跑來的 等了很久 第四場 三支頭關 五班 三千二米 這一組 是我覺得全日最麻煩的一組之一 原因十二隻正選馬 裡面 有十隻馬都是減分的 有九隻 還要減兩分或以上 你說亂成怎樣 部速方面 我看見就是正常 看看這隻 美麗歡呼 排一檔 還有滿冠之牛 是否放 挺手精神的 馬法洛歡騰 如果跑得出以前水準 當然是好 最後下到五班 隨時按鍵 只要看他什麼時候按鍵 這些馬明顯大超班 都退快了很多 但是這個馬防洛 下五班才贏 大家都知道 等馬 不能不拖四龍採腳 但只限於四龍採腳 二個馬未力仔 潘頓騎 偉達馬防 通常都很認真 通常都不會拖 但是1200米 暫時來說 四班都真的不行 現在下來五班 會不會好一點 上場黏地好像好一點 前一場 谷草四班都不近 不算很特別 跑了第十名回來 是追少少 肯追 但又不是很好 是蝕蝕地 回到來又不是很特別 一落巴洋潘頓 會不會好像一隻 有何不可感 我不敢說 但是 最多都是拖腳 一號二號 你隨時可以贏的馬力 始終有班底 但是 計近方 選不到他 三號馬逆逆其達 你排了一個七檔 你見到他就 上櫃初出的時候 不是說 試鏈跑錯 又什麼又蜜 又說這隻馬挺厲害的 我都以為這隻馬是OK的 我以為他跑長一點 誰知一路都是沉得很厲害的 這個馬房的馬 我都爬了他 12月29日跑完之後 一路都沒有試雜 功夫也不太像 不知道他想什麼 我沒有問過這隻馬 因為 減了三分 跑一長途 突然間 過來跑 跑短途 我就覺得這樣 你當大雜 四號馬 向上有 梨可雲騎 看到上場馬 他的騎法是這樣的 反而很適合這隻馬 越騎越有 那種 你一路駛下去 他就會 交到給你 這隻馬 狀態起了 評分開始可以反彈 贏了應該不到他 一隻未必很厲害的馬 而且應該要跑長一點 但是 看到他是越騎越有 那類 我等著他跑千六千八 可能會好些 但是在這組裡 已經有權爭位置 美麗寬夫排他一檔 排什麼檔也好 沒有人想到他會下來五班 美麗也很少五班馬 而這隻馬 經常試雜很好 經常試雜 試得好 但是真跑的時候 就 加不到水盡出來 來以來最厲害 是菊草一檔 這次又是 給他撿到一個好檔 波見市 會不會和你 在前面走去賺 不敢說 對手實在太差勁了 你不能不拖腳 六個馬滿觀之友 已經說了四次了 請放頭 麻煩 就是這麼簡單 只是要求一件事 放頭 不要留 放頭 進走 這樣就可以了 結果他還是沒有這樣做到 所以 我真的怕了 用馬雅 看看今次會不會對前走 但是我估計 跑操地可能會低一點 暫時來說 可能沒有泥地那麼好 七落馬 俠金王 你看到他前一場贏馬 快時間 靚時間 上場放出來 又輸了 輸給當家 信心 平身 那一場馬 他放頭 其他馬全部追上來 其實不算很頑皮 頂著夜神朗金剛 我為什麼選擇他行頭 因為我覺得他上天都會贏田草 而且時間很漂亮 何銘連和他贏了兩場 繼續用了何銘連 現在的平均雖然有少少嚴朗 但如何 最近和他妙加費試集呢 回到來沒有的 但再仔細看 起步的時候有少少問題 抹了他 他之前休息了一個禮拜 12月15日後回復 功夫是很正常的 課期是非常正常的 我覺得他的狀態來了 所以 搏他跟著好位跑 可以賺到尾 鮑馬 黃龍帝國 看到他 都輸了七場 馬防弱 但最近試集好一點 看到他贏貨草集 58秒77時間正常 也不錯 好一點 但當然不是很超級的表現 不排除有四龍彩腳 九號馬 電信飛彈 之前不敢做功夫 但肯做功夫之後 每次都收拾外檔 每次都追不及 今次收拾好檔 四檔 希望跟前一點 不要留太厚 也是一隻可以爭 但欠穩陣的馬 我始終覺得他來地 千賢是最佳的路程 但對手太差 朋友四檔 如果能收到二三位 他可以賺到尾 10號馬 首牽手 這隻馬 會由偉達轉出來 轉到請進位 偉達明顯 偉達會掃走 這些馬 我上季都說過 不是那麼短 跑長一點 千賢肯定嚴短 我暫時選不到他 1月17號之後 沒有跑 試了兩貨集 最近輸給黃龍帝國 不太多 所以我想要遲些 聖王 超容易的兒子 我想是否要等他跑來地 但來香港跑11次 是完全未得過的馬 最近試貨集 雖然贏 但其他很重要 贏陽光傳奇 我認為好像未夠 因為是慢時間 12號馬 挺秀精神 講了很久 這隻Diffel 不厲害 雖然大舊 但沒有貫注力 沒有鬥心 我選不到他 好了 這場馬 我想近方比較適合 向上游 和俠金王 你不能不選 電信飛彈美麗 歡呼 黃龍帝國 近方比較好 近方比較好 埋門比較好 有班的快樂歡騰 和魅力仔 也是 你不能不拖 一場比較亂的場合 我想我只是一隻 金王算數 不想其他東西了 因為太多腳 不是重心投注場合 第五場 四班千二米 好像挺容易選馬 因為只有幾隻馬 比較兇 補足方面 我想合約精神快 中華威威快 所以補足應該會正常 這個馬 這隻六頂技 你看到他上季贏馬的姿態 很輕鬆 當時用馬 上一場 包美追上來排十一檔 隨便一起跑 你看到他 他的賠率是十六倍 很輕鬆 如小 你看到他最後直路 其實他的衝勢比聖木勇俱 輕輕鬆追上來了 我覺得這隻馬 這次排好檔 上季未日 熱了一場新 贏馬 正路馬打 這場馬 因為對手實在太弱了 以馬合約精神 跑回1200米 正常地 應該好一點吧 上場黏地 抹掉他 沒有理由 不會跑濕地 但偏偏就是 上場濕地 就大敗 之前貴內的六場 都輸得不遠 但我經常覺得這匹馬 跟前一點跑 不要流到這麼後跑 1200米有點嚴速 1400米又好像不到 很尷尬 1300馬 始終他在貴內 懂得上名 1200米 所以這場馬 非常差勁 夢到潘頓 只怕一件事 就是熱 所以就放進第五選 只要把冷門打進來 三號馬 移心星 始終跑四班 是好處的 跑回1200米 可能也適合 之前也說過 1600米是不到的 很明顯 要捱 所以1400米 不排除OK 但1200米 始終還是 首本路程少少少 上場就跑了第六名 不是輸得很遠 但他是捱的 真的不夠氣 所以這次他跑回1200米 我會調整少少評級 跟前一點的話 有拳爭Q 贏就應該不到他了 四號馬 超醒神 是Valdemont的兒子 短途 短途 為主 遲些可能會跑長一點 因為 今年 有新人打給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有隻 Lacrique 那隻大宇門馬女 好像也是 好像是 這個種 但我 不太有印象 但他騎也不動 所以 遲些先吧 五號馬 喜應於於心 這隻馬是Outreach的兒子 上場就 完全沒有東西看 我之前也說過 草地 他施閘不肯走 麗地好少少 最近 潘頓跟他試閘 又不見了 潘頓跟他騎 這些馬 之前馬都跟他試過 麗地 比草地 好 放得出來 但明顯是灌注力不夠 六號馬 六隻 初出的那場 有少少小 上場追得很好 輸給翩翩君子 風繼續吹 對行之聲 串飛龍 他在外面 追得很厲害 包美追上來 蝕欣跟他跑 如勢很好 是怕馬房弱一點 但是 鬥志鮮明 跟你口追一段 我想他應該不夠 六頂技跑 但你怎樣 拖一標 我選擇他一個原因 因為我看到他試閘 很好走勢 但是 很明顯是泥地比草地好 比草地好 他每次都比草地好 但草地很厲害 我怕他草地不夠泥地好 但我怕草地不夠泥地好 最近的貨閘是厲害的 快時間 好時間 好時間 必長勝 一班馬 先當是二班馬 那你現在52分 你是不是好作數 這場有權殺光 就是這隻 唯一擔心他 十一堂 第二就是 泥地 是不是真的好過草地這麼多 我說了很多次 我很喜歡 Termelose這個狀 我覺得會很適合香港 希望他跑得好 我放在第三選 放不到落手選 但這隻馬 我建議綠環彩怎樣都要拖票 因為這隻可能是冷的頭馬 八號馬 天愛驚天 Vespa在短途 短途總 下班是Darcy Brown 等他跑泥地 試閘在泥地 試得很好過贏的 剛剛贏大道志 選擇風火戰區 輕輕鬆鬆 之前試草地閘不一般 騎下去不一般 試了很多貨閘 他有點善促 但回來貫注力還差一點 試了四五貨閘 但我覺得 這隻馬應該有些速度 應該有些能力 但贏到對著 對手未必足夠 除非超很多 我暫時看到他超很多 那種感覺 我投注上 我選了一隻六支 合約精神 也沒有選到他 中華威威十二檔難跑 但不知道為什麼 莫萊拉肯跑這隻 莫萊拉肯跑 如果想跑其他的位置 沒理由選擇 但偏偏選了這隻 朱敬騎士就好一點 放到回來 但不算很特別 只是覺得這隻馬好一點 排十二檔 應該難跑 十號馬 勁得手 應該要跑泥地 減一下分 還有他 填草難一點 除非臨場下大雨 親愛的 是超容易的兒子 真的讓他跑泥地 可能好一點 第一 第二 這隻馬 暫時好像不太適應環境 輸得很遠 我看到1月26日之後 最近試了貨集 輸給黃龍帝國 好了一點 後上 但真的不夠 十二號馬 雖然他季立跑了第三名 但那場馬 我都說他好了一點 但不是很特別 上場黏地 散散 這次宿程跑 千二米刺 是減分的 好 這場馬 我最看不透就是 聚風雲會怎樣跑 他的 草地性能 究竟行不行 如果行不行的話 他就贏了 六隻 六頂幾兩隻 擺明超班 說你不能不選 疑心星 我放到第二選 因為他正頭正路 能夠跟前一點 始終四班會贏 這組會贏 不太多 合約精神 你不能不拖 新馬方面 另外天內驚天 我不敢完全畫死他 因為他是有速度 但貫注力還差一點 如果我正常來說 我會偏向 六支 聚風雲 和六頂記 但聚風雲 我真的怕草地不行 第六場 四班一千米 有很多舊馬 都一般的 一號馬 胡椒君曹 一千米 他真的熬回來 菊草都熬不到 所以 跑田草應該難一點 剛剛潘頓跑千二某都說 不到的 不知道為什麼 每天十倍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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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 但這隻馬 六班跑四班 一千都蠻一點 馬房真是弱 二號馬 二號馬 這隻萬利飛智 始終跑這個路程 經常都接近 只有接近 跑一千米 後追一段 一定會接近 我建議四重賽 拖回票 但今場的新馬 比較兇 我覺得來得不錯 不如全部新馬 選擇 這隻馬 我沒有放到提示 但是 計算能力 四重賽 你怎樣都要拖回票 大賽才能一票 但不會做膽的馬 新馬 奇寶 用田泰安 上場後追一段 慢時間 回到來 都輸得很難 輸給一些想見你的 超額認購 回到來真的不多 這隻馬 一千米嫌短 應該要跑長一點 二號馬 神速奔馳 究竟這次會慢閘 還是正常起步 上次用周俊樂 就慢一慢 結果回來 輸個鼻鼻 連理覆張 跑人不可擋 開心好友 都不是很特別 慢時間 不排除他會進步 但真的一定要進步 上場出色的表現 但如果他正常出閘 看看這次可不可以交上上次的表現 如果交到的話 他有權贏 龍東全勝 上場就說沒有跑到 沒有計算他跑到 但看回他之前兩次 上次贏馬 那個外檔被他賺了 慢步速 但這場馬應該有很多快馬 他贏了一隻 萬利菲治 萬利菲治要低一點 這隻馬更低一點 其實 他起步很有問題 但丁功勞馬房 整首馬背入而來 這隻馬又不敢跟你說 不要拖 因為 奇寶 萬利菲治 和這隻 我覺得四重彩 你怎樣都要考慮 六號馬白露高超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記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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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馬已經來了 我記住了 我記住了 12月14日貨集 那時候還沒夠 沒斷不多 1月4日和大財師集 好很多 但當然不可當事 最近1月22日 贏貨菊草集 很輕鬆 最近期 師傅黎澤 2月15日和 想見你 聖得出色的事 他回來後 扣到實實 很輕鬆 慢時間 但很輕鬆 我覺得 那隻馬是進步了 我不排除 那隻馬有能力 我當聖得出色很厲害 他捉到實實 跟速度差不多 這隻馬 我不敢畫死 這隻十三檔 又是要拖的馬 七六號馬 很健康 阿爾曼亞勤的兒子 希斯不同附系的馬 很多馬都 全部都是同一性能 全部都是短途馬 你見到他 最近師傅集 和聖皇師 回來後 跑過第五六名 回到來不算很差的 八百米集 但之前和幸運之神 試的集是厲害的 兩隻馬都好 所以一對馬都要選 我覺得這隻馬 可能進度上 好過一隻 很厲害 好過幸運之神 因為幸運之神 最壞的是 起步 包括幸運之神 我都選了幾次 好像選了兩次 但一定一次 總之有一次是 在集前推出 但最近師傅 草集和阻止龍驅試 又是很輕鬆的 按得很緊緊的 這隻馬 要贏了他 所以我硬要選擇 很適合 但是看起來 好像這條Q 怎樣都要倒 九號馬 陽光傳奇 是Flying Arti的兒子 十二檔 但見到他最近 和聖皇師貨集很輕鬆 再之前和陽光 去贏了 插班生的貨集很一般 但這隻馬 挺熟 我覺得他來得不錯 但未必足夠七號八號 但七八九好像真是兇 高富翠 對呀 減少選擇的兒子 這隻就未必那麼短 可能跑得長一點 越試越好 但要騎 所以我覺得 狀態 開始來 但明顯不夠七八九的速度 六七八九都很好 速度 十一號馬 不可 擋牌的十檔 上場就不出色 四班可以爭四龍彩腳 但未必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就是這麼簡單 你最多的是四龍彩腳 勇猛精靈 減3分 但最近試襲 肯走了 我覺得可能因為泥地的關係 他試得好 泥地可能好過草地 但減3分 再減1分 落班才想 或者41分才想 歐洲導彈 對著這群馬 不夠跑 減分 自購馬 我等他跑泥地1650 我覺得是一隻 跑場比較好一點 1200也好 1000就真的嚴短 14號馬 萬事有 優候初出 慢時間 贏場五班 菊草 在前面走掉了 贏怪獸馬馬 一點都不厲害 在這組裡 應該不夠爭 好了 剛才說了很多 很多馬要選擇 萬里飛子 奇寶 神速奔馳 龍東傳承 百路飛翔 百路高超 勁fit 幸運之神 陽光傳奇 不可黨 這些全部都是好的 高富翠 勇猛精靈 是邊線 如果算排面 幸運之神 和勁fit 是最好的兩隻 但陽光傳奇 潘頓選得奇 還有 來得不錯 我覺得這三隻馬 好像值得 薄一點點 神速奔馳 怕他起步 十四檔 在外蘭 除非每個人都被外蘭 好像當家精神贏馬 如果不是 應該比較難 其他馬 都沒什麼特別 我覺得是這堆馬 但又不是中心場刺 我等著後面 尾三場 好像很明顯有馬 但這場馬 是亂的 第七場 四班千六米 這場馬的捕捉應該會正常至偏快 看到有些快馬 首先說一號馬 這隻幸福人生 他在外地 就贏到千四米 一班才 不高水準 這隻馬 都是應該劏他那些 很便宜買回來 就開兩三九 那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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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 我想暫時還沒得住 要再進步一點才行 二號馬 保然得得 跑田祖 就低一點 還有跑得多了 上場 剛才那場 總之 那場馬運吉 不知道會不會退出 這次 但是跑千四米 他會追一段子 會近 第四、第五名那種 我說錯了 三號馬博 我把貼士放在貼士上 因為通常在正常步速 守住三四位 他很好跑 不要說三四位 三至六位 他經常在這些位置 就突然肯跑 1月30日後沒有跑 連續輸了四場 都輸得遠了 59分 減多了 54分 去馬評分 雖然不是潘頓 但最近的私貨集 都好像好一點 我純粹拼了一件事 就是他均速 不要流到落巴未追 如果均速一點 順走 可能會有驚喜 冷門三紅載腳 四號馬合夥年代 評分沒有優勢 說了很多次 但是 你看看這組馬還有什麼 可以選擇的 沒有馬可以選擇 他下線是長途馬 他媽媽贏到2,500 他真的可能要跑到2,000米 打上才行 要跑長一點 所以這次 爭程 不是壞事 用一下薛恩 均速在前面走 他應該會守住三四位 不排除有位置 六個馬奧游之星 應該是嚴長 評分沒有優勢 是完全沒有優勢 血統說可以跑得很長 但是 來到香港之後 1400米每次都要捱 跑1600都可以 拍手掌 因為那隻馬很長 所以一大片和你跑完 1400就捱回來 1600米如果他放鬆不了 輸定 十二檔更加難跑 七落馬 幸運天賜 Soul Star仔 又是隨魚吃馬房 馬房今年搞什麼呢 給他兩隻馬 給他都搞不定 沒有好轉 見到他試襲都不肯走 很便宜 那就 先減一下分 八落馬 玩具帶人 14檔 即是早段要用力 周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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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外疊 全程三疊 1600米有少少少少少少 草地 現階段好像不太好 但上櫃在58分都能夠 跑到第三名 他的評分肯定有優勢 但不知何時肯跑 之前很健康 近方好像有少少回落 1月26日之後 沒有再跑 但試了一課閘 嗯 一般的 比起之前 很明顯 下了些 線路青鷹 MASTERCRAFT名的兒子 ISG馬 2月16日 跑完輸9馬位 大敗 看不到有任何轉變 還要是轉配備 除眼罩 更加沒有前速 包美 我不看好了 10號馬 逍遙區 純粹因為潘頓選擇 我才放回第五選擇 因為他均速 1600米會OK 但他要靠慢步速 這場馬未必有一個慢步速 給他賺 是怕這件事 但是 他均速在前面走 有權賺 撕難 第五選擇 長龍再現 ERAFT的兒子 看見他跑了三次都不一樣 不知為何 有些人說過 這馬好像不錯 又選擇 但他就不一樣 覺得他還未夠 沒有很大的轉變 跑這個路程當然沒問題 但力量還未夠 12號馬影疾 最壞是 莫雷拉 配第二個 配蔡明少 配蝕欣 更加好 根本是很有班 以前跑千六米 上年跑這個路程 也跑了第三名 潘明暉 幫我頂到第三名 剛剛拍照拍勝 我記得是前進 那條Q 那條位置很好分 十幾倍 千六米沒問題 這隻馬 怕他太厚 但這場馬有捕捉 而且他很適合 所以我照找他走 計馬方面 他最明顯是有評分優勢 13號馬重所遠 之前也說過 他試試追了一段仔 就是追了一段仔 對慢步速追了一段仔 不厲害 他是Retwood仔 要跑長一點 千八二千度 他開始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最近的試貨集 就不一般 騎下去 所以我覺得要再減一下分 中歡笑 跑千六米沒問題 我一直都說是一匹千四千六馬 但是轉馬房之前 我都說 轉馬房之後 就說 不是應該這樣說 在鄭俊偉的時候 上季 就說 那隻馬下了 轉到百伸道 我都說那隻馬不行 現在轉回來了 都是不行 我想要減分 好 這場馬 邊線馬 保然得得 博愛有威 合火年代 狗狗為公 玩具達人 燒搖區 這些全部都是邊線 但明顯有些能力和狀態很好 影侄排在外檔 要後追 如果臨場不理後追怎麼辦 再說一次 我寧願等後面三場 因為後面三場熱還熱 好像很穩固 合火年代可以欠Q 欠位置 鬥志很鮮明的線路 但是他和影侄都後追 而這條巴西Q 應該只有十倍 我就覺得不太值 第八場 三班千六米 這場好像是全日穩膽 來的美麗在線 報速方面 看不到有什麼特別 很快的馬 所以會不會被美麗在線賺光 一號馬歡樂中 大場圖馬 看他外地 初出跑千六米 然後跑二千米 兩場都贏了 但真的不是一隻很好的馬 所以上場初出 我都不想 一百六十倍 你不要被名士騙到 跑到第五名 在前面慢步速捱回來 雖然頂都真是幸運飛彈 極速飛彈 但一先生也過了 慢步速爆下去是沒有的 完全迫近不了 圓動力 跨道口 動力 他要進步才行 是否今場進步 不敢說 最近其師傅和加州星球士 包美回來 不肯離開 少少擔心這馬的進度 二號馬安仲 計算在香港的賽職 抹了上一場黏地 其實他跑到1,600 1,800 都縮過來爆 是好的 即是2,000米 這場馬 大家鬥爆了一段 因為對手太差了 不能不拖一票 但只限於拖腳 12檔 流到到包尾追 怕追不及 合火精英 上年我也跟朋友說 達伯力丁錦標 近年雖然不太好 但上年的形狀 我是相信 第二名 跟周共濟三班都懂得上名 然後是玉滿杜拜 贏一級賽 一級賽 香港盃 排第3 排第4 都靈太陽 上去很高分 這隻馬 排第5 他也排完都靈太陽 當然 輸過給都靈太陽一次 但是 這隻馬 最初來香港 是很好走勢的 最初 之後越來越試越差 最近的C科集 好一點點 贏 但騎得緊要 所以 我覺得他可以爭位置 但是 要爭 四個馬 彈球快活 我都說過 外地的形狀 一點都不太好 在New Market 現場三班的 2千米 長途馬 試襲 算是OK 肯走 肯走了很多 最近都 但是 感覺上 好像是未夠 標之5G 是高東尼馬房的PP 在外地跑兩場 贏兩場 Torland Street 是奧巴人的馬 黏地馬 在香港試了很多貨集 明顯是趕工夫 趕得很厲害 我看到他 舒比是多多配合 在重化集 騎下去 完全不肯走 再之前 舒比起奧龍的貨集 也是騎下去不肯走 我覺得 還未適應 老婆馬 美麗 在線 初出那場 我都說了 他會留後跑 一隻落腳比較慢的馬 但很有能力 連續贏了兩場 但兩場 其實 上場贏得比較辛苦 但前場贏得很輕鬆 因為 控制了報速 而今場馬 沒有報速 第一 第二 我昨天也發了一個口信 說 80分 79分 就是一條線 所以 今場馬 只要贏得輕鬆 三個馬 以上 他可以跑到打比 所以鬥志很鮮明 一定和你盡跑 這次排的檔 又不是說 不好 沒有什麼 補足情況下 守著二、三位 他前足足夠跑 可以守得好位 因為對手實度太慢 沒有一隻很厲害 感覺上是穩膽 而且是贏的那種 七六馬勝利後王 說過 Victoria Park 我之前也說過 這隻馬是少數 Spirit of Boom 會贏到1800的馬 但在外地 加眼罩 還可以的 純眼罩 沒有綁利 所以上場初出 加眼罩 我都說 留意走勢 但肯定未夠 結果回來 他的余勢 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也很厚 所以 脫掉了 所以 我想要一點時間 雖然余勢 是不錯 肯追的 這隻馬是有些能力的 但力水上未夠 很小顆 鮑馬精彩非凡 我都放棄了幾次 是唯一一樣 這次加眼罩 會怎樣 因為愛地沒有眼罩 看看會不會有新鮮感 上場 上場 看見他開始 好像近一點 但慢時間 均速回來 輸給龍船狀元 那場馬是很慢 步速 一堆馬鬥下去 他鬥輸 我不是很喜歡 那個走勢 雖然回來 姜誠 雖然鬆 但他騎上去不多 回來還要退 裡面的月風雲 還過了 所以 我對於上場的表現 有點懷疑 還要加下午 是不是真的好呢 不敢說 九個馬連連行運 喂 能不能做到磅 本代人一一九磅 專門來跑這隻馬 那 他一定會和你做的 一九磅 超兩磅 那種 但你看看他 他現在上三班的初上 但其實他以前在三班 還沒得過 三次跑第五名 那時候排外檔 但這次排到一檔 他會不會在內蘭 可以省省更好跑呢 用潘頓 不會懷疑他的誠意 這隻馬 我想不到你又不拖他 但只限於拖腳 因為他上三班真的沒得過 不過連續贏了兩場 越來越輕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仍然是上升空間 仍然有評分優勢 十個馬金發銀發 說了很多次 莫丹尼騎 其實李建威的馬 不是薄馬 不像是 那 Manikinico 說過 我覺得 應該是難一點的 我覺得應該可能要 給點時間去減一下分 不是給點時間去減一下分 因為這隻馬本身是不厲害的 賣來香港的時候 最初我都說過 我說這隻馬不厲害的 要減分 結果 被我不行嚴重了 所以 我想我要遲些 去到四班左右 我才會考慮 這隻馬上升空間 精準快車 有點像英知星 這類型的馬 就是隨時 上名的 經常都說 有飛就可以了 臨場看飛 這隻馬要 對手太差了 夠飽一段 他可以差三四重彩腳 但記住這隻馬 臨場要看飛 他有飛才薄的 十二號馬 白路飛翔 你見到他 贏了一場四班 上三班 三場馬 都是輸得幾於 明顯不夠跑 不知道為什麼 會不會真的需要跑千八呢 但怎樣也好 上場跑千八 追得好一點點 但這隻馬很明顯 想部署下班 減分 當然 白路高超 同日出擊 李四重彩 拖回票 沒有對手 對手很差 有權可以 爭到三重彩 四重彩腳 這場馬有兩隻馬 美麗在線 和連連行運 但連連行運 上三班 一檔 是否好事 感覺上是死Q 合火精英 你勉強可以說 這隻馬有權 有權殺Q 但正常來說 應該不夠美麗在線 是這三隻馬比較兇 寬樂中還不可以 安重 只能拖回四重彩腳 精準快車 和白路飛翔 有權追一段仔 勝利效王太小 好像還未夠 精彩非凡 加眼罩 但均速在前面走 看看是否可以賺到尾 美麗在線 連連行運 六倍Q都沒辦法 好像真是死Q 第九場 三班千二米 這場馬 又好像不太簡單 步速方面 我想是偏快 一號馬這隻 時時滿意 終於出來了這隻馬 Winstone Black 當時的古東尼 展示過很多人看 我不太喜歡意大利的形狀 而且不是很出色 他贏五個馬位 贏十四個馬位 也好 對手差勁 來到香港還未夠力 你看到他最近其中的雜 在重化雜 都是 只有頭的四五百米 快 但之後又散了 我想暫時不得了吧 二號馬森之行 要配誰都好 這隻馬 很難贏 去到這個評分76分 很尷尬 難 已經交代了 但蔡明兆和他發揮一絕之下 跑第二 如果他不是騎到尾 真的沒有 但怎樣都好 是偉之馬 難贏 三號馬 威力奔騰 跑三場 贏三場 都沒有對手 這次排十檔也好 上場看看他 排十一檔 純粹和你跑直路 都看著你來吃 這班人 贏連連友 穿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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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贏馬 勇廠有贏馬 很厲害 上場他最後二十二秒三 比這班馬快 這班馬 半秒以上 仍然有分 狀態仍然很好 應該是穩膽 四個馬 同樂日 木丹尼騎 沈雜成的馬 通常都會有些賠率 通常都會讓他試 但近三場 好像累了 貴初我仍然有選擇 我解釋給你聽 為何他會贏 留著一點 來跑得好 但這次他拍六檔 守住三四位 爆下去 看看他有多少 但近況真的不好 六號馬精英 這隻英國馬 小衣服 沒那麼快到 但來得不錯 看上一場的魚細 特別是看一條魚細片 他回來是輸過半馬位 但直路取位不順 一堆馬塞 但直路是完全沒有騎過 完全沒有騎過 是跟著上教的屁股 但他很小 移開了上教之後 他有少少追勢 我覺得這隻馬 進度上好過 那隻 是塞掉的輕途 緩 所以放到第三選 打吧 希望能夠跑到位置 七浪馬偏偏君子,始終十二檔 上場三班追下去不算很厲害,算比盈月的那一堆 它是一堆馬近,但回到來爆下去,它不是爆得很強 而且應該要跑長一點 這些就有點像那隻什麼名字呢 總之,這些馬是留在後面追明顯嫌短,而分分鐘追不及 這隻很明顯不是昨晚尾場的灰馬那麼厲害 沒有證明那麼多的馬來的 所以我攻擊它,放到第五選就算了 我覺得它追回第四、第五名而已 刀柏鳴驅,減兩分,近況不好,前速都沒有 追又不肯追馬,是想減分,下三分 減完這三分下班會比較好 輸了這場應該要減三分 九號馬多多配合,是Sniperston的兒子 就是澳洲的自購馬 在Mildora贏了一場 然後在Sanddown上兩場一班 1300-1400米就跑到第二名 應該不是很貴的馬來的 但是它在Sanddown上可以上名的話 其實在香港三班都可以爭下 但是看到它試襲越來越好 但是很明顯還未夠 剛剛它在重發雖然贏過集 但1分14秒零勢是要騎的 我想應該比較難 之前就試貨直路集 和同友友都輸給同友友的狀態一般 所以就算死數 我就覺得還未夠的 不會是仍有這樣掛 好了,接著就 10號馬電器騎士 這隻是Reduced Choice的兒子 澳洲馬 在外地叫Frontman 在Mornington一場1200米 戴眼罩的 今場還未戴眼罩 他戴眼罩表現好一點 而且應該是四班馬 他在Sanddown也不夠跑 對,Sanddown也贏不了 在Mornington才夠贏 低一點 其實跟剛才那隻 多多配合差不多 兩隻馬都呆蠟 當大閘 再減三分學班才算 興圖繽紛 上場是有走勢的 是有走勢的 但在內蘭堵塞了 但這隻馬真的未必很厲害 而看走勢看勢 好像精英比他厲害 所以我寧願搏他 雖然蘇寶羅馬房才有馬配合而來 如果見到臨場有馬配合而來 即是見到他前面有手影 你會拖勢用彩腳 否則就不拖勢 我計算數 精英比他好 十二號馬 美麗攻略 我都說過 完全不喜歡這個狀 Plug是濕地馬 贏兩場濕地 加個鼻枯 來到香港之後 跑三場未得過 明顯地在部署減分樂班 不過這樣說 美麗攻略 他連續幾次 都是有少少少少追勢的 但少少少 就不太強 剛剛他也有追 追不過閃電 和樂創未來 那些 預勢不差 但我覺得 好像下班比較好 你看到 上次負磅重了 即是超磅 所以 如果沒有超磅 應該會減分樂班 下死班便可以搏 上次的節目也說過 這隻馬等他下班 還有一隻馬還未說 莫朗球 這隻馬要特別說 一件事 就是他在初出 桂萊 本來那場應該是 潘頓跑 但潘頓 墮馬搬給蘇明倫 那場馬就混吉了 但那場馬其實 他之前那些雜 已經試得很好 基本上那時候是夠贏的 但不知為什麼 他跑得一般 而最近有何濟洋的C4 泥閘 嘩 厲害 很厲害 雖然他贏得很差的對手 但時間 姿態都很輕鬆 今場馬牌的三檔 在前面走 不過他應該不會放頭 守著2、3位這樣跑 我不排除他偷到雞 因為他不是很行 好吧 潘頓心思行會擔少少飛 莫雷拉偏偏君子擔少少飛 威力賓騰騰也有20多元 沒輸過 莫浪球應該有70-80元 所以我想Q也有80-90元 這條Q我會倒 一放一追 兩隻馬都很合理 威力賓騰騰、莫浪球 精英是博莫浪本 心思行和偏偏君子博追不及 再算下去 輕途繽紛 其他馬都真的選不到 同路日好像下降了 好了來到尾場 三檔千四米 又是葉滿天下 正常來說應該是葉滿天下 快馬 有隻上角正常步促 還有影子任務 一項馬 線路之星 都說過 Memis的總是沒有進步的 所以在三檔上名都偷笑 結果連續上了幾次名 所以你看到他都很準 每天都追了一段仔 耍一檔 拖票 三重彩腳 二號馬翡翠精選 上場突然間好很多 我覺得是挺突然的 因為上場是對手差的 而且他的步速有少少賺 他跟好位回來 在內蘭賺 而不是很厲害 因為他連加州時階 和善傳萬利都過不了 但始終這隻馬有班底 跑得回來 他是隨時能夠上名的馬 三號馬 美麗多多 能力是有的 但跑不出水準 他爆大欄那場 我想也不是很多人中 近兩場就表現一般 但還未減分給他 評分我經常覺得他是有優勢 但去年贏完馬之後已經很飄忽了 那場贏馬 他突然間轉了配備 肯跑 就是這麼多 上場他騎下去不多 排他一檔 不多 而美麗在線贏的 很明顯是做給美麗在線 是主力 但這隻美麗多多 好像十三檔難跑 四號馬進益線 上場我在不同的媒體 我也選擇這隻 冷盤11倍 很簡單 中距離馬 濕地 1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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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跑一段直路 但你見到最後的100米 他贏了合火紅心 金像非凡 最後的幾步 越大越開 明顯是一隻 仍然有很多在手的馬 這次排五檔 不用留那麼厚 希望不要留那麼厚 留得太厚 因為現在已經少少嚴短 有少少怕他追不及 但是呢 計算馬 在這組裡 很厚 很厚 剛才說的 真的要增程 六個馬 極速飛彈 排一檔 這次會不會跟前一點呢 會不會影響後勁呢 他跑1,600米 但1,400米 就追不及 1,600米 不夠氣 1,500米最好 很尷尬 或者他跑谷槽1,650米 跟好位跑 可能會比較好 但見到他 上場黏地 不懂得跑 但跑正常地 可能會比較好 勉強 你說四龍彩 扔票 但是是邊線 室羅馬喜旺區 剛才買了他的Halfbrother 在英格里 很大隻 很壯 很有評分優勢的馬 他也贏了一隻東方飛影 東方飛影 剛剛也跑到第二名 他輕鬆 輕鬆贏 贏了一隻東方飛影 增程沒問題 這隻馬 完全沒問題 1,400米沒問題 當然 他有一個Halfbrother 到2,000米都會贏 所以他跑長一點 應該 三歲仔 因為 最初掌成 還未完全成熟 之後還有很多世界 但能力上真是高良 只要不塞 就應該正路贏馬 八號馬剛剛好 上場就純粹贏潘盾 也贏得很辛苦 這個馬房很多這些馬 四班很厲害 贏兩場 上來三班不夠跑的馬 要進步才行 雖然贏了馬之後 四貨集試得不錯 但是 要計算能力 他要再進步才行 因為他的原因 我覺得他會成為六倍的熱門 初戴面固 是否真的幫到手 不敢說 四貨集試得不錯 是進步了 但真的未必過到起王區 和進益線 九號馬大紅袍 上場沒有跑過 我都說了 這隻馬是肯定有用的馬 但是進度很徘徊 給他一點時間 他進度上是有點高 14檔也是難跑的 十號馬神龍區 14米嚴短 跑1600-1800 會比較少 減一下分 他有狀態 但平分沒有優勢 他減到四班就好 就是這麼簡單 他贏都贏谷草 四班就贏了2000米的田草 但當時是56分 現在是64分 所以要減一下分 暫時14米 選不到他 11號馬 威之聲 奇練合作成功率非常之高 位置 他經常都追一段 貴奈初速的 考揚1400米 追下去 快步速 爆了一段 有個第四名 不差的 輸給立滿冠 風火箭居 出名導彈 這三座馬 之後之後 還有贏馬 跑人美麗滿半 那些就不太厲害 但他那場是賺了快步速 從外面追上來 所以之後那場 我都沒有選到他 再之後跑回谷草 我也有選到他 結果回到來很好 但上一場 留後了 追不及的 這次跑回正確的路程 所以我放回第五選 我就覺得他跑的路程 好過極速飛彈 12號馬上校 應該會拿來做報酬 以及想減分 62分 但上場 不知為何沒有減分 我以為會減分 但三班真的不夠跑 他千言為他 看看有沒有可能 在前面賺一下 但上一場 竟然跑過第五名 回來被人加1分 真是幾恐怖 明明想減分 變成加分 順來跑千四 輸緊的路程 應該很不夠氣的 十三號馬 成賽 明顯地部署減分 下班才用 三班不夠跑 四班 就是這麼簡單 一鋪中環 就是成才那些 三班最多是爭下位置 偷雞那些 真的很難才偷到雞那些 但下四班 就只有你那些 差一分 沒理由現在動手 雖然說一鋪中環 沒理由現在動手 但這是黃進來的 可能會亂來的 所以鬥志非常鮮明 大賽事 回想一下 計馬 起黃區盡益善一隊 盡益善一隊 盡益善我只是擔心他 跑完馬之後 現在失地 我怕他追不及 但肯定是很有能力的馬 上季初出的時候都已經說 應該挺有用的 起黃區 應該穩膽 應該單Q 所以尾三場 好像有三條單Q 緋醉精選 上場我覺得他賺了 但是可以再賺 線路之星 你長期拖腳 威之星 排過三檔 可以爭腳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 盡益善的 你要考慮一下 用哪一條單Q 但馬膽 我應該是希望區 正常來說應該贏 蔡若漢馬房 我覺得整個手都是位置馬 雄運大師 華卓晴 美麗歡呼 琴兒寶 連連行運 編編君子 都是難贏的馬 羅虎全馬房 黃金甲魚 跑得回來就贏了 魯露醒 對手強 位置馬 美麗攻略 應該減完 分落斑 應該 所以 希望他不要亂來 今次看看誰跑 再看一次 待會兒告訴你 剛剛好 要進步 大位置馬 贏面最高應該是美麗在線 美麗 美麗 功量 波鍵士豹 不是巴刀 應該不會超磅 所以正經的減完 分落斑 應該好一點 高東利馬房 加州德遜 低一點 加州十大好一點 後面的一堆 比較敏 線路之星 另外勉強 三重彩腳 女劍位馬房 四件 最好應該是深知恆大 位置馬 沈澤成馬房 合火精英要拖 和六日 比較敏 博愛有威 三四重彩腳 進益善 快益善 我覺得全日最好這兩隻 兩隻神驅 你不能不拖腳 尼斯馬房 整隻手馬 比較好一點 是勁fit 和狗狗 圍攻 要贏就勁fit 天外驚天 絕多是拖蝕龍彩腳 熔天拍馬房 拍到盡大 尼斯26場 厲害 但他手馬 那五隻馬 都是低一點 方家拍馬房 電信飛彈 雷霆戰區 也是位置馬 行運之神有權贏 起王區贏得 看看精彩飛帆 會不會進步 但我覺得最多是四重彩腳 保元德得低一點 只是四重彩腳 尼斯馬房 極速飛彈是嚴短的 精英是四重彩腳 精準快車三重彩腳 而心星應該是全日最好的一隻 丁冠龍馬房 金春一學力拖腳 合金王有權做膽 聚風雲如果能夠跑出泥地的水準 這隻馬都贏了 偉大馬房 超能力 你沒得不選 美力仔 勉強四重彩腳 不可擋 歡樂眾 勝利後王低一點 其他馬都一般 文家良馬房 四隻 好似神觸賓馳 是最好的 苗麗德馬房 白露高超 白露飛翔 翡翠 精選邊線馬 三隻馬 滿貫之友 如果肯放的話 有權欠一下位置 可賢馬房 為何只出三隻這麼少 威力軍騰這隻馬 太強勁了 葉左行馬房 法樂歡騰有權 撞你的馬 影侄和六隻 我覺得是兩隻馬 後追 但不是穩勝 但你沒得不拖 蘇惠賢馬房只有十四場頭馬 安彩要爭位置 團結一致位置 向上游位置 萬喜飛致位置 安重位置 有權偷雞 但應該贏不到 莫浪球 這隻馬 高白身馬房的三件 陽光傳奇和引水智 可憎欠穩 但兩隻馬都一定要拖Q的馬 除以石馬房 馬房低潮 整隻馬都不太像 我想是電信巴打好一點 蘇布羅馬房 六頂記贏得 輕途紛紛 看看他會不會進步 但我總是覺得精英好過他 盡龍飛騰是我的全日冷本 我想有六七十倍 我已經寫了貼士 鄭俊偉馬房 那四隻馬都不行 賀良馬房 聖王應該比較敏碎 他現在是在巴掌庵一個 這齣那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